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梁詠琦演唱會 遇上一個雙面人 怎樣雙面人呢? 背後說你壞話 在前面讚你 好厲害,背後數臭你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傳媒,每個人踢爆雙面人 真可憐 商台DJ梁文麗 在公開帳戶激讚梁詠琦 真棒,演唱會好看 私底下批評梁詠琦演唱會四宗罪 又說唱得差,又說他的衣服很噁心 我告訴你這件事其實都是出賣 他在個人帳戶說這些 身邊很多記者各樣 或者同行 爆你糟糕了,雙面人 糟了,被人知道了 梁詠琦演唱會後會和大家慢慢說 和梁詠琦親自回覆 親自回覆這個雙面人 真是過癮 叫大家給like沒有 那個like很重要 多謝你們支持 不要給like的背面罵我 現在罵現在也可以罵 哈哈 雙面人大家都很怕見到 但我看到這個雙面人之餘 亦看到一宗出賣的事件 DJ加了很多人 都是同事 親朋戚友 那能爆你出來的肯定是行內人 那你DJ本身認識很多行內人 那老實說 我自己的個人帳戶 人前人後的樣子 私人Facebook激踩他四宗罪 公開帳號大讚他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都沒有秘密 所以那些人說 我經常打算收拾 做些事不讓人知道 你都瘋了 這樣說 事隔五年的GZ梁詠琦 在紅館開演唱會 開羅 嘉賓方面聲光響響 有這個呂雀安 老實說Edan唱歌真的不太好聽 老實說真的不太好聽 那是偶像派 張敬軒出現 說了一些跟我很不同的觀感 他是激讚梁詠琦長頭髮 比黃祖賢 漂亮 這方面我是不能接受的 不過各花入各眼 每個人有不同的味道 沒什麼好爭 你喜歡他的長頭髮 我喜歡他的短頭髮 沒什麼好爭 我覺得他的長頭髮是怪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的長頭髮前面的音 都是要做齊音 總之這個感覺 乖乖的 不要緊 他有各品味 說到有圈中人很多都來 鄭忠基一家四口也來 張繼聰和他老婆謝安琦 余香瑩也來 很多天王級都來 送過花籃 花籃 有頭有面 有什麼天王 說到很多 成龍 原來有成龍在 難怪出事了 這次演唱會 劉德華 郭富城 小美 許冠傑 謝霆鋒 陳慧琳 古巨姬 張敬軒 李心潔 許如雲 楊彩妮 周柏豪 方力申 蔡卓賢 蔡卓賢 是否到場支持 他說是 好像到場支持 這些全部都送到花籃 許冠傑也有去到 哇 大面 小美 關心賢和她老公 楊愛錦夫婦 Gigi老公和女兒都在道場支持 很多人都去聽她唱歌 她唱歌 當然有些問題 我上次說那些人說 你都很維護梁詠琪 看得出你很喜歡她 是的 是的 然後怎樣 現在有人就 表面好像說好話 但是背後就說壞事 狠批Gigi四宗罪 其實她有些說話我挺認同 不過你 你自己跟朋友說就行 你批評的東西不用下下就擺出來 但是現在你沒有秘密的 世界 四宗罪說她表演的flow差 就是說表演的安排得不好 歌又編得差 你知道演唱會的歌 是要重新編過的 有些新鮮感 不然就唱卡拉OK 跳舞就跳得差 梁敏祺一向跳舞都不行 其實她長手長腳跳舞都不好看 你不叫193跳舞給你看 很難看 長手長腳跳舞 這些是雙刃劍來的 你不能這樣踩人 是的 過副成蟻就跳得好看 是的 好了 還說她唱功差 那當然了 她形容Gigi的歌喉和唱卡拉OK一樣 就直然沒有想過這麼離譜 她說連愛自己這首歌也進不了 我全晚都看得很猛的 坐立不安 這就是DJ梁文麗的個人發言 甚至彈員也有讚 她說Gigi的短髮錄和身形也好 她這樣說 這個我很認同 她說她那件歌衣 好像一些印完避血的紙巾 真的 下面紅色上面白色真的相似 那個迪莎娜是不是 流完避血一插紙巾 一插完出來 可以了 Gigi穿這件 很像 她說這麼噁心的衣服 可以carry得好 這是讚還是踩 踩個造型師就是讚她的身材 讚她的氣質 也踩得挺狠的 在私人的Facebook 被傳媒踢爆她 網民力撐 梁詠琦就說 梁文麗的人 是假的 這樣 假就是應該的 我們懂得做這行 很多人都是很假的 一聽他們說話就知道 那 但是 他們圈內人是這樣運作 所以你多難有資深 那 你的問題就是 Gigi唱歌是不是真的差成這樣 那她說什麼 那唱功差都已經預算了 那些 Gigi唱歌 其實她最大的問題 這個Gigi不是嚴明熙 嚴明熙真的不能夠挑剔 這個Gigi唱歌就是 她聽的CD是沒有問題的 CD是沒有問題的 梁詠琦唱歌是沒有穿透力的 如果你們聽那麼多中年好聲音 或者是歌唱比賽 你知道什麼叫穿透力 她沒有噴過一下 她的高音全部都是假音 是的 那聲音很虛 那她沒有穿透力 那些東西不確實 其實聽下去是不好聽的 你問我演唱會 我是她粉絲也可以這樣說 我純粹是以貌取人 因為梁詠琦不是這樣的樣子 她這樣唱歌是不會特別好 但是我以前都其實 喜歡聽Gigi唱歌唱什麼 我不知道她現在會不會再唱 夏宇天 那首歌不是她的 那首歌是林憶蓮 我覺得她唱夏宇天和 那叫什麼 Swing 即Eric Cox那兩個人唱夏宇天 我覺得她唱得很好聽 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唱得很好聽 跟林憶蓮是兩個版本 是的 那 她是壽某一些歌 但是你說她要很有唱功出來 很響 唱到你入心 她是不可能的 她不是的 立刻去到高音 她轉假音 是很虛的 而且是一招 感覺是差的 你問我 但是有些人說 你差就說她差 你為什麼人前人後一個樣子 人前人後是一個樣子 一向都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的嗎 你很討厭老師的時候 你對著老師 你敢說出口罵她嗎 你背後有沒有跟同學 說出口罵的老師 我不是說幫一個DJ 那個DJ這樣做 當然是有她不對的地方 但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基本上 在社會上 你也很討厭你老闆 很討厭他給你這麼多事情 你對著他也是死狗 這個是很討厭的 你工作和你私底下 人前人後 你很討厭你父母 你父親子母親子 你都扮了魚蝦蟹 和他合照上網 你有沒有說過你媽媽 你有沒有對她的感覺上 對她有些不滿 一定有 這些事情 你問我人之常情 不過有些網民說 嘩 假到死這份人 是的 現在這個世界 你說 好像基督教那天說 耶穌也說 誰沒有犯過錯 你就走出來 拿石頭扔死他 耶穌也在這個時勢也死了 人家做就出來批鬥 你這次是 真是醜了 你問我 但也是一種出賣 因為他個人Facebook 他不打算公開 但是 他自己本身 你說算不算公眾人物 可能他也不覺得自己是 他會覺得 我是做DJ的 跟這些人熟悉 沒有理由我有新聞價值 如果沒有Gigi這件事 根本也不知道誰是梁文禮 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聽電台 電台我只懂得心美 林開鋒 盧覓雪 心美小儀 說少了不好意思 但是梁文禮 我聽過名字 但這個樣子我找出來 我都沒有印象 在Google上 可能他做得比較 有點疏忽 因為本身 你那些人全部都是行內人 行內人會不會看到 你人前人後 人前就說正啊 很厲害啊 怕爛手掌啊 然後人後就這樣 但是他那件衣服 很噁心 就好像被血那件衣服 一件衣服 其餘的衣服 Gigi也是很漂亮的 他紫色那條裙 嘩 穿個黑屍伸的身腳 很長的 這隻腳 神經病的 長頸錄 說的DJ 被網民數回他回頭 數回他幾宗序 他說主持叱測樂壇 經常搞錯資料 狠批他有份參與策劃的叱測音樂會 浪費歌手陣容 網民直言 麻煩你順手評評一下自己的事情 你說人家的流量差 你自己的流量也是差的 是的 通常批評人家 別人就說 你有什麼資格批評人家 是這樣的 那梁詠琦呢 其實幾個明星有跟他合作 在這個演唱會做嘉賓 他闊別了五年 其實看到一個最紅的了 Sammy 鄭秀文 出來跟他合唱 Sammy就說要增高 他覺得自己拍攝梁詠琦很小 手拖手合唱感覺上超友誼 Sammy也穿了歌衣出來見大家 做這個嘉賓做到自己好像明星一樣 他也是明星 通常有時候嘉賓也有點氣 不要搶別人風頭 但是Sammy穿的衣服也挺浮誇的 一個大三角形 他說 他怕梁詠琦的女兒 都比自己還高 梁詠琦這麼高 她老公也是外國人 遲早應該會很高大 Gigi表示一直很欣賞鄭秀文做任何事都很認真 指對方穿一雙口底高跟鞋到場 原來 Sammy就說 難道我穿球鞋過來嗎 你女兒三個頭 Gigi說 其實鄭秀文是看著他入行的同輩歌手 他說我入行的時候已經聽過他很多歌 我今天終於可以說這句 我很欣賞Sammy 認真 無論做任何事 拍戲唱歌也有二百倍努力 鄭秀文也說 宣傳7月開演唱會來看吧 哦 大家都互相戴高帽 講講講張敬軒 講講什麼 他和他合唱這個櫻花樹下 張敬軒讚長髮的Gigi 比黃祖賢 真是各花入各眼 張敬軒登場 拖手合唱他喜歡的是你 和櫻花樹下兩首歌 其實張敬軒也是 矮的Gigi 半個頭 就笑言 任何男人站在你身邊的自信都會大減 是的 當年劉德華和他拍烈火戰車的時候 應該都要踩木箱 郭富城拍著陳偉林 拍小親親 我所知就是 張敬軒自爆中學時期 已經很喜歡Gigi 初戀無限touch 這個真是初戀女神 那麼 擔任他那個嘉賓 也覺得很榮幸 公然大膽問Gigi 為什麼拍完 賭神三少年賭神的時候 剪了一把長髮呢 他說你長髮比黃祖賢 我經常覺得那把長髮是假的 是假髮 他流出來的嗎 真的長髮是有流過嗎 我以為那把頭髮是假的 Gigi聽到之後 他說 我老公和女兒常常叫他流長髮 他承諾會為張敬軒留長一次頭髮 蛤 真的嗎 不要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覺得怪怪的 長髮 他差點什麼呢 其實Gigi的身形是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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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ali 超級超級女ali 她五官就漂亮了 但是她身形就不是配合那樣東西 如果你說Gigi 她身形是那些童顏巨魚 可愛的女性 我覺得長頭髮都未嘗不可 但是我不知為何她 長頭髮的感覺 她要不然不是那種長 她是推銷那個 聲音有那種女人味 你看少年島神 不知為何我看上去不順眼 有些人說喜歡 這些各花各眼 我就反對 有些反對 不過她喜歡就行了 最重要是她喜歡的 薄髮就行了 套上假髮 套上去拍兩張照片 別人說正的就行了 其實長頭髮也很難打理 她短頭髮了這麼多年 長頭髮我自己也試過 睡覺的時候一劈陰 跌到整個臉上 癢到不得了 要全部的頭髮撥在後面 扎邊的時候又愚蠢 基本上扎邊的時候 你看上去的樣子 和短頭髮的樣子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那樣子沒有分別的 她留得很無辜的 我那時候 我剛剛講的影片的時候 不是扎著一條邊嗎 那些人說你長頭髮好看 根本長頭髮和短頭髮都沒有分別 我全部拉上去都看不到頭髮 只是扎著一條邊在後面 對 長頭髮其實有時候有些位置很麻煩 有些照片都沒有所謂 她自己在個人意願 但我真的聽到她和 呂作安唱歌那裡 呂作安唱歌都很麻煩 要加緊練一下唱功 不是偶像派是大了 那些粉絲去到某些時間 會離棄偶像 都沒有進步 他們裡面已經有一個 被人搞定了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都還沒專題說 遲些有什麼大事再說 好今天講到這裡 祝Gi開開心心就可以了 你喜歡 儀式偶像 很高興 這個時代看到 他的樣子還是那個樣子 非常好 保持得很好 下次再聊 拜拜